越是费力气的工种 对工具的要求就越高 有一点不顺手 一整天都干的不开心 开砖墙会令出打筒 不用说都应该甩一码这样式的 顺手省力 用着还舒服的多功能电锤 这码没开始是电锤 大开砖板机 防滑 简简手柄 让你把力气都用在有用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两种使用工况 它有电锤和电锅两种的身体 不仅能够不拆打筒 还能够实践开槽 1100瓦的得定大独立 时钟更高效 搞头可以自身的调节方向 我们再把这样的电锤和普通的电锤 做一个自己 看看带水牛的也不一样 首先是飞客室的这款电锤 是无需加油维护的 因为它有个性压油带的专利胜 而普通的还要定期加油 大家都很忙 大部分都会放进 面围护的才是维护 二是飞客室的这款电锤 才用轻热化的顺利 而很多普通电锤 都在5公斤以上 更轻的机身 才会更省力 就好像机箱里的油 够用就可以了 不用每次加 今天是飞客室的这款电锤 又是有着大出风口 灰尘不够实验 散热性能更好 而普通的电锤 根本就没有正式 我们今天可以飞客室 多功能电锤 就屏幕的这里 你可以入手一次 groupe青卷 在两旅系赚堡里的儿 block 있어서感觉我们下一个 大家优 세� quelques Navida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